原标题 俄专家 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是可能的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4日报道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预备役中 将叶夫跟尼布伦斯基认为 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道毫无恐惧一代政客在美国掌权 这增加了北约的与莫斯科未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月4日 北约庆祝成立70周年 到目前为止 北约由29国1991年为16国 和从澳大利亚到巴西的大量合作伙伴组成 布伦斯基在今日俄罗斯 国际通讯社的援助会议上 回答俄罗斯预备约未来 是否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问题时表示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布伦斯基称 这么说是因为在美国 如果看一下其言论文件 毫无恐惧的一代以掌权 其表示 越战后 美国人包括政客和军人未曾打过仗 布伦斯基指出 美国现今这一代政客没有任何恐惧 现在无人在谈起自六十年代以来 肯尼迪和麦克勒玛拉 1961-1968年任美国国防部长 时代就存在的不可接受的损失观念 没有危险感 其文件清楚表明 即使使用核武器 他们也做好了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 由此产生了所有这些小刀量和武库的观念 布伦斯基说道 布伦斯基认为 在美国与欧洲实际进行军事准备背景下 美国不停的放俄歇斯底里 迟早可能导致不太好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